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故事 大家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 在本章中 亚伯拉罕犯了和在第十二章中一样的错误 他又撒谎 称妻子萨拉是自己的妹妹了 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章 神一步一步的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 带领亚伯拉罕更深倚靠神 神的计划是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 兴起一个属神的民族 以色列 在第十八章 神的应许已经非常清楚 创世纪十八章时节 三人中有一位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必要回到你这里 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而亚伯拉罕已经基本学会了依靠神 平信心生活 然而 亚伯拉罕的生命中仍然有需要对付的软弱 这个软弱是隐藏的 远在他回应神的呼召 离开迦勒底的吴尔时就已经有了 在第二十章 神借着环境将亚伯拉罕里面的软弱显露无遗 并且 借着神丰盛的恩典让他胜过 好承接神的祝福 盼望我们在读完今天的经文之后 能够学到凡事仰望神的恩典 不看人 不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只看耶稣 做主合用的器皿 第二十章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 一到二节 亚伯拉罕再次撒谎 二 三到七节 神的介入 第三 八到十节 亚比弥勒的指责 第四 十一到十三节 亚伯拉罕的身变 第五 十四到十八节 先知被重建 第二十章的第一部分是一到二节 亚伯拉罕再次撒谎 第一节 亚伯拉罕从那里迁往蓝地 那里指的是第十八章的曼丽的像树 是神应许之地 而基拉尔是非利式人的地节 我们看到一个模式 就是每一次亚伯拉罕离开神的应许之地 都会变得软弱 这给我们一个提醒 神希望我们住在应许之地 住在祂的里面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创世纪二十章二节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 撒拉为妹子 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差人把萨拉娶了去 一句简单的陈述 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撒谎了 虽然在后面 亚伯拉罕解释他的这个谎言 也不算是谎言 因为他与萨拉原本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但是这种必重就轻的说辞 不能掩盖亚伯拉罕和萨拉是夫妻的事实 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他的谎言似乎是无伤大雅 但神的管教马上就临到了 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跟亚伯拉罕 这样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结亲 把萨拉娶了去 这个举动是很严重的 因为神已经应许萨拉 明年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儿子 此时如果萨拉被基拉尔王玷污 他的儿子到底是谁的 谁也说不清楚 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和计划 将会完全落空 第二部分是三到七节 神的介入 第三节 神在夜间对亚比米勒说话 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他所娶来的女人是别人的妻子 第四节 亚比米勒申诉 他做这事是因为不知道 他是有意的心正守节 第六七节 神回应亚比米勒的申诉 并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 神垂听人的祷告 就算是不认识神的外邦王 亚比米勒 他的真心祷告和申辩 神都垂听 第二 神的保护和看顾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 神保护萨拉不被玷污 另一方面 神拦阻亚比米勒犯罪 第三 神抬举亚伯拉罕 称他为先知 这是旧约中 第一次出现先知的字眼 先知是事先知晓神的计划的人 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 耶和华说 我所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带导 神就垂听了 如今 虽然亚伯拉罕软弱了 得罪了神 神仍然称亚伯拉罕为先知 而且要他为亚比米勒祷告 第三部分 是八到十节 亚比米勒当面指责亚伯拉罕 亚比米勒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 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 创世纪二十章九节 第二 你为何要使我和我国的人都陷在最终呢 创世纪二十章九节 第三 你看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 创世纪二十章十节 亚比米勒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质问亚伯拉罕 他对待亚伯拉罕像朋友一样并没有亏负他 亚伯拉罕却没有将亚比米勒当作朋友 亚伯拉罕的欺骗行为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第二个问题 亚比米勒指出亚伯拉罕的欺骗行为导致整个国家都陷在最终 这说明亚比米勒当时所执政的费力士 多少是对神心存敬畏 而不是如亚伯拉罕以为的那样不惧怕神 第三个问题 亚比米勒指责亚伯拉罕的主观益策 没有经过证实 就认为亚比米勒和他的国家的人都不敬畏神 第四部分 第十一到第十三节 亚伯拉罕的生变 亚伯拉罕在此处的生变 听起来没有多少底气 读起来更像是诡辩 或许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功课 从他自己的口中 说出来藏在他心中二十多年的隐情 他起初如何靠着自己保全生命 如今他仍然努力靠着自己保全生命 亚伯拉罕的三个理由 第一 我以为 创世纪二十章十一节 亚伯拉罕说 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 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仔细读亚伯拉罕的这句话 你会觉得很有趣 其实亚伯拉罕的重点是在说 我担心我会被杀 然而就如同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的本能反应一样 他在陈述中推卸责任 首先 他认为妻子 沙拉的美貌会带给自己灾难 导致自己被杀 其次 他认为这地方的人没有敬畏之心 因此会做出不道德和随便杀人之事 总之一句话都是别人的错 而我害怕被杀是有理由的 因此我的撒谎也是有道理的 推卸责任 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在人类犯罪之后几乎成为一种本能 我记得以前在IT公司工作的时候 产品出了问题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 不是我的错 就算是我的错 我也是有原因的 勇于承担责任 也许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学习的功课 亚伯拉罕的第二个理由 他也实在是 上世纪二十章十二节 况且 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 他与我是同父异母 后来做了我的妻子 亚伯拉罕在这里是在说 看 说沙拉是我的妹妹 其实也不算撒谎吧 我们本来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呀 虽然后来他做了我的妻子 我这么说也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事实上 亚伯拉罕和沙拉 如今的身份就是夫妻 他隐瞒这个重要的事实 不论他如何狡辩 他就是撒谎了 第三 早就约定好了 创世纪二十章十三节 当神叫我离开傅家 漂流在外的时候 我对他说 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你可以跟人说 他是我的哥哥 这就是你带我的恩典了 我猜想 当亚伯拉罕亲口说出这个隐情的时候 神就让他的心里意识到了 原来这么多年来 我都在学习完全信任神 倚靠神 但是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倚靠的仍然是我的办法 人的恩典 第五部分 十四到十八节 先知被重建 整个故事最让人感动的部分 就是至始至终 神对亚伯拉罕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反而神尊容他 建立他 肯定他先知的位分 并且赋予他先知的能力 听完亚伯拉罕的辩解 亚比米勒并未做出任何评断 他以行动来顺服神的管教 亚比米勒的行动 包括三个方面的补偿 第一 归还 十四节 亚比米勒归还亚伯拉罕的所有 牛 羊 仆壁 妻子 第二 承诺 第十五节 亚比米勒 承诺亚伯拉罕可以在他的土地上随意居住 第三 遮羞 第十六节 给萨拉的补偿 是亚比米勒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 并且还萨拉清白 因着亚伯拉罕的谎言而引起的亚比米勒的无心过错 神重重地责罚亚比米勒的家 他家中的妇人因此不能生育 但是神却让软弱跌倒的先知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的家人祷告 当他站在先知的位分上为人带导的时候 神医治的能力就降临到亚比米勒的家族 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祷告神 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仆 他们便能生育 神的宽容 接纳和恩典 让亚伯拉罕的属灵生命被提升 从这次的经历和后面的章节 我推测亚伯拉罕至少学习到几个属灵的原则 第一 神的信实没有虚假 他既然说了 撒拉在明年会生子 就不遗余力地保守自己的话语成就 第二 一丝一毫都不要靠自己 要完全依靠神 若非有这样的看见 在第二十二章 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亚伯拉罕不可能完全顺服 正是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学会完全信靠神 他才能将自己的独生子奉献给神 第三 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打算 因为神会保全 这也是对我们所有惧怕死亡的人的告诫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 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 神若不允许 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顺坏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 第四 在先知的位分上 为人带导 神重建亚伯拉罕的信心 他与神的关系和他的服事 让他正式成为先知 为人祷告 成为神医治的管道 圣经中的很多被神重用的 属灵伟人都曾经软弱过 摩西没有听从神的话 吩咐磐石出水 而是以自己的经验 仗打磐石两下 以至于没有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大卫在美貌当前 被内心的欲望制服 与八十八犯奸淫 并且因此杀人 彼得以为自己坚强 却因为惧怕三次不认主 保罗在服侍众教会的时候 常常软弱 他说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呢 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 帕克尔在他的软弱之道 这本小册子里说 实情是在许多方面 特别是在属灵的世上 我们都是软弱不足的 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有限 这一认识 会在我们里面生出谦卑 和对自我的不信任 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 无法自救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明白 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关口 我们都需要倚靠基督 我们的主和救主 需要操练这种倚靠 直至养成属灵的习惯 好领会保罗所领会的 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J.I. Parker 软弱之道第十八页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也曾经有过软弱 依靠自己没有依靠神 结果却搞砸了的经历吗 从创世纪第二十章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 实在是一位信实的神 他给亚伯拉罕机会 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他也一定会给我们机会 重新回到他的面前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日 与神同行 凡事祷告 过一个靠主得胜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借着亚伯拉罕软弱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你的完全信实 谢谢你连续我们 在你面前的软弱 求主帮助我们 靠主刚强 每一天都操练 凡事已靠主 求主让我们经历里的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